主頁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button button名稱的話呢 比如說叫做什麼 回去 這邊是音色 那這邊就觀看 比如說你要觀看影片 那你就這個地方的話呢就直接 把這個按鈕 把它跳回去 跳回去 跳回去其實非常簡單 各位可以找到這邊有個postback UIL部分的話 請你找到因為我是這一個 可以按確定 那你們找到自己的那個網頁之後按save 之後呢 那你重新 新增之後呢你要看到結果的話 就很簡單 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按觀看影片 按下去 就跳回來對不對 現在有沒有新的 新的影片有沒有進來呢 點下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看到了有沒有408按下去 有沒有出現 如果出現的話 就表示你成功了 你看今天完全沒寫任何一行程式 資料庫就可以運作 那你要更好的話就要多做一點事情 那另外呢當然這個有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你今天 按下去 其實在這一頁可以怎麼樣 跳到那個新增畫面 可是會有個問題 每個人都可以新增 那就有問題了 那你當然如果你是分享的網站 你任何人都可以PO影片 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你要登錄的話 Login 那Login的方法有幾種 第一個 陽春版 就是 他就判斷有沒有 這個 你的 就是一組 帳號密碼 那第二種是比較精緻的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ASP 裡面 提供的登錄系統 你只是需要做設定 不用寫程式 所以這部分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 做出來 然後試著也把資料可以新增進去就可以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延伸出去 看看能不能做一個 登錄系統 也可以讓人家簡單的登錄啦 反正就一組帳號密碼嘛 如果 只是中小企業你也不需要 太多帳號 頂多就兩組嘛 那就不需要殺機用牛刀啦 你說 用那個ASP大內提供的登錄系統 你光設定你就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很吐血 那為什麼不簡單 就是一個頁面 進去 帳號密碼對就跳過去 不對就跳回去 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新增的這個部分先做出來 那這裡的話主要我們是用FoneView的部分來做 FoneView部分來做 FoneView的相關的說明 我想各位也可以 自己再看一下第八章的那個相關的說明 基本上 因為主要的功能其實還蠻簡單 主要就是可以簡單的新增 修改 刪除 其實這個 這個 控制項還蠻容易上手的 修改 FoneView 今天 同樣子 在那邊 我愛的